包括一箱箱運送 各個環節要是消毒 沒做好 就很容易出現防疫漏洞 二號桃園在增7人確診 都和某物流公司有關 春節前就已經採檢了343人 大年初一再採檢590人 又增加6名員工確診 除此之外 還有之前確診的清潔人員 兒子也跟著染疫 這間物流公司累計至今 至少13人確診 當中11名員工工作都在同一個場域 也因此被判定是群聚感染 勞令停工防止群聚擴大 目前還有317人要繼續採檢 畢竟二號新增的確診者當中 有三人打過三劑疫苗 還是發生突破性感染 不過疫情方面也有好消息 基因定序找到了 感染鏈又回到桃園機場這頭 疫情擴大足跡也跟著增加 大南市場再度上榜 大龍大賣場 茂順商店 北洋水族館 全家便利商店 以及7-11浦頂門市 都有確診者來過 春節廉價還沒結束 正聞參陽民眾做好防疫 減少聚餐才能平平安安過好年 華視新聞無權告訴我陳義偉桃園報導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叢林掌握天下事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 周園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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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